比如说一年四季手脚都非常的冰冷 经常偏头痛啦或者是有黑眼圈 这些倒不能算是生病 但确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 说明你正在处于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Hot Talk 2021年的第一本书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爱自己的观念 去年的一整年呢 整个世界像是被打乱的 就像一个生病当中的人呢 他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 那对我自己来讲呢 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进了一次医院 做了一个小手术 当时在住院的时候就觉得 生病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无能为力 所以归根结底呢 好好的爱护自己才是好好生活的第一步 对不对 尤其是女生 从女性刚出生的那一瞬间起呢 大概就已经选择了难度系数比较高的模式 这边不是说男生活着就不累 活着就简单 而是从生理方面讲 女性呢会经历男性这一辈子的 可能都体会不到的一些麻烦 今天推荐这本书呢 那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个体寒体质 所以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 里面很多的症状我都有中标 比如说一年四季 手脚都非常的冰冷 或者是夏天吹空调就会全身不舒服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经常偏头痛啦 或者是有黑眼圈 这些倒不能算是生病 但确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 说明你正在处于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那这本书呢主要就是介绍作者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驱寒法则 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本书是讲驱寒暖养 它是一个日本医生写的 可是日本人看起来不都很耐寒 他们从小都穿短裙吗 大家不要忘了 日本是一个全民泡温泉的国家 就算没有温泉 每家都有泡澡的这个习惯 我小时候看樱桃小丸子 小丸子在每天睡前呢都会跟姐姐一起泡澡 泡澡呢跟淋浴是不一样的 因为淋浴不能让身体由内而外的暖起来 但是泡澡呢可以兼顾到肩颈这些部位 彻底的放松神经提高睡眠质量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 作者还是建议大家经常去泡澡 那实际情况并不是每家都有浴缸对不对 尤其是卫生间比较小或者是住宅宿舍 就算家里有浴缸 每天泡澡呢也是比较废水和不环保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每天都泡澡 可以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桶让水呢没过小腿 在水里面加一些浆磨或者是浴盐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淘宝买一些中药的泡澡包 每天呢花个15分钟20分钟 让自己忙碌了一天呢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尤其对于痛经的女生来讲啊 如果你没有什么病理性的痛经原因的话 如果只是这个生理痛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每天泡饺 效果非常好 寒凉体质的女生呢还要注意每天吃进去的食物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根据中医的这个阴阳论 把食物分成了阴性食物跟阳性食物 那么区分阴性食物阳性食物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阴性食物呢一般是青色白色绿色的食物 比如说是白面包啊白米饭绿茶黄瓜 还有一些跟夏季相关的蔬菜 那阳性食物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 红色啦黑色或者是橙色的食物 像是胡萝卜啦全麦的面包巧克力红茶黑芝麻 这些都是阳性食物 所以本来就有体寒的女生呢一定要多吃这个阳性的食物 那这个作者呢还提出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一定要养成每天都吃生姜的习惯 对于我自己来讲呢生姜更像是一种调味料 或者是偶尔喝一个姜茶 可是生姜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食材 他们有一个词啊叫做生姜足 就是这些人不管是吃饭或者是喝茶都会放一些姜末在里面 而且生姜啊胡萝卜大蒜这种食材 它不仅可以很好的去寒 还有很好的抗癌的功效 除了泡澡泡脚吃东西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运动来养成温暖的体质 人体在制造热量的过程当中呢 有40%的热量是由肌肉贡献的 那么我们人体有70%的肌肉又是集中在下半身的 所以如果运动的重点放在下半身的话 我们是很容易热起来的 那除了常规的跑步健身游泳运动之外呢 这本书还推荐了很多 我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做起来的小运动 比如说上班下班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 做家务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是积少成多的运动量 那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推荐了一些一年四季都适用的暖阳小物 那这些东西呢每个女生都可以在家里背起来 比如说是护腰 人体的腰腹部位呢集中了很多重要的器官 还有70%的淋巴细胞也是集中在肠胃的这个部分 所以腰腹部位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即使最近几年很流行那种路腰的衣服 但就算你穿了啊 至少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戴上护腰 保护腰腹的这个位置 对于女生来讲呢也是预防痛筋的很好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暖阳小物呢是家中常备暖宝宝 那暖宝宝呢贴在比较容易冷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是我们的腰椎骨 那如果你经常背痛的话 可以贴在两个肩胛骨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对于女生来讲啊 不管你有没有在生理期 都可以把暖宝宝贴在小腹的这个位置 第三个暖小物呢就是热水袋 尤其是在南方地区 被褥是很容易受潮的 所以我们最好在睡觉之前呢 塞一个热水袋进去 睡觉的时候呢就把它踩在脚下 因为脚呢也是很容易受凉的一个部位 出门的时候呢需要重点防护的三个地方 是脖子、脚腕还有手腕 因为这三个地方啊它的动脉是离皮肤表层很近的 一旦这边受凉了之后呢全身就很容易变得冰冷 那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介绍如何通过一些保养的方法 让女生摆脱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比如说失眠啦、贫血啦、皮肤干燥甚至是抑郁的情绪 这些都是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啊保暖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买这本书来看看 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插图 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 那么也从吃穿运动等各个方面呢给女生一些改善体质的建议 那毕竟呢身体是一切的本钱 那也希望呢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可以健健康康的去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咯 这里是HahaTalk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